怕上火和王老吉 曾经这句朗朗上口还上头的广告词 火遍了中国大江南北 王老吉也一度成为了凉茶的代名词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家喻户晓的话题 就是王老吉和加多宝的凉茶官司 这场关于宏观凉茶的厮杀 被大众戏称为饮料街的换爹门 同时也被媒体评价为 是21世纪以来 中国最著名的商标争夺战之一 到底谁是王老吉的爹 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没有答案 众所周知 最高端的商战在规则之外 往往会出现最原始的情节 在这场亲爹广耀和养父加多宝 争夺儿子王老吉的商战中 就出现了掌门人畏罪潜逃 董事长秒变卧底 员工当街火拼等令人啼笑劫非的戏码 这两个巨头从幕后打到台前 胜负难定之余还伤及无辜 几乎打没了一旁吃花看戏的老三和齐正 如今这些年过去 凉茶大战早已无缘社交媒体热搜 中国饮品市场也已经后浪迭起 变了天 今天零卡灵堂的呼声 更是无情掩埋了 怕上火就喝凉茶的口号 但笼罩在观众心头的疑问 却始终没有散去 王老吉和加多宝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为何而战 究竟谁才是中国正宗的凉茶品牌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中国山石系列的第29期上集 经常看到评论区 有人对加多宝和王老吉的关系感到好奇 今天我就来聊聊 两位凉茶巨头的爱恨情仇 同许多老字号一样 王老吉的诞生 也带了一抹传奇的底色 在清朝道光年间瘟疫爆发 广东赫山人王泽邦 主动拿出了草药配方 以药煮茶 施育众人 结果服下该药的病患 在几天之内 症状便得以缓解 这种以药入茶治疗疾病的方式 很快便推广开来 之后王泽邦再次改良配方 做成了适合人们日常饮用的凉茶 因为王泽邦的乳名叫做阿吉 为凉茶始祖 1852年 王泽邦的王老吉凉茶铺 在广州市十三行路静远街正式开业 专营水碗凉茶 很快 王老吉凉茶便开始在广州一带流行起来 而关于凉茶配方 市面上众说纷纭 一说是精通医术的王泽邦 自己钻研出来的 另一种说法则是 他在七日上山躲避灾祸的路上 一个道士给他的 无论配方是如何得来的 总之此后 王氏家族的世世代代 都得以享受了这条致富之路 1883年王泽邦去世 他的三个儿子王贵成、王贵祥、王贵发 继承了这份家业 并开始将凉茶产业 扩展至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等地 不过凉茶具有清热解毒 去火除湿的功效 在风寒湿热的岭南更受欢迎 因此 还是继承了广州祖铺的三儿子王贵发 发展得最好 而王老吉凉茶的第三代传承人 自然也就由王贵发的三个儿子 王衡玉、王衡瑞、王衡辉接任了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就算是亲兄弟也一样 横自贵的三兄弟 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 决定分开发展、各立门户 于是 在母亲的主持下 王衡瑞和王衡辉 两个兄弟选择留在了大陆 王衡玉则决定去香港发展 双方定立了分产合约 并约定 各自在广州和香港 独立运营王老吉品牌 其经营范围彼此不得侵约 从此 桥归桥、路归路 19世纪末开始 中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中 王老吉生意大受打击 乱世中 王衡瑞的生意渐渐没落 现在已经无迹可循 而王衡辉及其后人 则扛住了所有的起起落落 传承了祖业和秘方 1956年 一化三改大浪潮席卷全国 全国工商业开始逐步实现 全行业公司合营 王衡辉后人执掌的 王老吉良茶铺也不例外 在政策号召下 王老吉与当时知名度颇高的家宝站 长炯堂等八家企业 合组为联合制药厂 其中 因为王老吉的固定资产 和员工数目最多 所以合并后的企业还叫王老吉 生产的也是王老吉良茶 制药厂成立后 王家仍然享有一定的股份 制药厂方面与王家人商定 不论盈利状况如何 每年制药厂都按5%的定息 给王家人分红 1966年 王老吉制药厂完全被收归国有 迫于当时刑事要求 制药厂被改名为广州中药酒厂 市面上销售的王老吉良茶 也改名为了广东良茶 制药厂收归国有后 王家老小 凡在施工年龄的 都进了工厂当工人 1982年 广州中药酒厂 再次更名为阳城药厂 5年后 在厂长粮之间的考虑下 他决定以保护王老吉良茶 这种百年老产品和文化遗产为由 正式注册王老吉商标 到了1992年 广州阳城药厂改制为国有股份制企业 并更名为 广州阳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隶属于广药集团 重新启用了王老吉这一商标 该商标归广州阳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老吉食品饮料分公司所有 即经波折 王老吉这一品牌 最终还是在大陆存活了下来 但经过这番改制的王老吉 用王家后人的话来说就是 这个以他们先人命名的企业 与他们亦毫无瓜葛 与王老吉在大陆一波三折的命运相比 被大儿子王恒玉带去香港的王老吉 虽然顺利很多 但也没能在线 从前那般热闹的景象 1897年 王恒玉前脚到了香港 后脚就为王老吉注册了商标 这个商标也是第一个注册的华商商标 后来在伦敦中国产品展览会上 受要出席的香港王老吉 展出了一系列凉茶茶包 这些产品让包括英国国王 公主在内的众多名流 都大为惊叹 这次展会 使得香港王老吉 成功打开了外销生意的通道 但俘获相依 一大批抄袭产品 假货开始在市面上横行 渐渐地挤压了真正王老吉的生存空间 此后 香港王老吉就这样不温不火的发展至今 香港及海外的王老吉商标所有权 归他的第五代传人 王健宜所拥有 总之 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 很长一段时间内 王老吉凉茶都风光不在 直到 陈宏道的出现 陈宏道 出生于东莞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虔诚到 当广告宣传片中 出现钓鱼的片段时 他都会要求广告厂商更改 理由是钓鱼是杀生 时间久了 陈宏道就得了一个外号 佛商 佛商陈宏道靠着做批发生意 积攒了一笔财富 之后他不安于现状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他偷渡到了香港 成立了宏道集团 作为一个东莞人 陈宏道本就快喝凉茶 当时香港老牌凉茶王老吉 正处于低迷期 陈宏道却从这个老字号中 捕捉到了商机 1990年 即经周折 陈宏道终于找到了 香港王老吉的第五代传人 王健宜 经过陈宏道的一番游说 最终两人达成一致 王健宜为陈宏道提供王老吉的配方 和香港及海外地区的商标 而陈宏道成立宏道集团的子公司 加多宝集团 批量生产王老吉 开始在香港疯狂抢占市场 直到1992年 陈宏道才回到东莞设厂 开始在大陆生产品销售王老吉 但此时 陈宏道手里只有配方 大陆王老吉的商标权 还归阳城药业所有 所以 陈宏道在内地生产的凉茶 不能叫王老吉 只能叫清凉茶 可没有品牌 就无法打出知名度 陈宏道的凉茶 在内地的销路并不顺利 为了给自己的凉茶 在内地寻找一条出路 1994年 陈宏道找到了阳城药业 希望能够获得王老吉 在内地的商标权 当时 阳城药业的主营业务是药品 对于王老吉凉茶业务 并不太伤心 而负责王老吉凉茶业务的负责人也觉得 既然有人愿意做饮料 我们的资源自己也用不上 不如出租算了 就这样 1995年3月 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商标续合合同 合同中规定 阳城药业许可加多宝集团 从即日起到2003年1月期间 使用王老吉商标 加多宝集团第一年向广药集团 交付商标使用费60万元 以后每年递增20% 与此同时 阳城药业批准加多宝集团 生产销售红色纸包装 及红色伊拉罐装凉茶 为表示区分 阳城药业生产的王老吉 采用绿色利乐包装 双方约定 不得使用对方产品的任何包装装潢 自此 红道集团旗下的 广东农管加多宝集团饮料有限公司 正式拥有了生产宏观王老吉的权利 1997年 广药集团资产重组 成立了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老吉的商标也被纳入其中 因此广药与加多宝集团 重新签订协议 加多宝集团 需支付1997年 商标使用费200万元 自1998年起 每年支付250万元 后来 在2000年 双方又签订合同 将使用权延长至2010年 商标与配方问题都解决后 成红道带领加多宝集团 正式吹响了 红光王老吉进军全国的号角 初期 红光王老吉主要在广东 郑南地区销售 很快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客户群体 销售额一直维持在1亿元左右 之后 为了扩大规模 成红道开始在各个省会城市 大规模招揽代理商 可凉茶具有地域性 并不容易被其他地区的消费者所接受 因此 靠这样一个商品打天下的结局就是 红光王老吉节节败退 被迫退出了大部分地区的市场 接连的失败 让陈红道头疼不已 转折发生在2002年 这一年 陈红道想给红光王老吉 拍一个宣传片 蹭一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热度 在和广告公司开会的时候 对方一针见血地指出 王老吉缺的不是一个广告片 而是一个清晰的定位 这一句话彻底点醒了陈红道 陈红道扪心自问 自己都无法界定王老吉 到底是属于保健品还是饮料 那消费者又该以什么样的需求 来购买商品呢 改变势在必行 在一众品牌定位方案中 陈红道拍板了 广州城美营销顾问公司提出的 预防上火的饮料 这一品牌定位 他考虑的是 凉茶本就是去火的功能性饮品 这个定位会使消费者想到上火 就想到王老吉 于是 怕上火和王老吉的广告语 横空出世 一夜间火遍大江南北 在广告片中 《红罐王老吉》抛弃了之前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口号 正式将红罐凉茶和吃火锅 穿菜熬夜等 一系列容易上火的情节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 红罐王老吉还加大了对于餐饮行业的投入 重点与火锅店、穿菜馆、烧烤店合作 事实证明 这样的定位策略是明知之举 自从2002年起 红罐王老吉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 但此时 陈红道还是有所顾虑 毕竟王老吉的商标是租赁而来 有时间限制的 如今王老吉已经逐渐上到 弄不好自己的心血可能就为他人做了嫁衣 为避免夜长梦多 2002年、2003年 陈红道在时任广要集团副董事长 李一鸣的帮助下 两次与广要签约 延长商标使用年限 分别延伸至2013年、2020年 2003年 红罐王老吉的年销售额 由1亿多元 激增至6亿元 同比增长了近4倍 王老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出了广东 2004年 尽管加多宝公司不断扩大产生 但仍然供不应求 订单如雪片般分支踏来 全年销量突破了10亿元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王老吉卖着熊剑的步伐 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 与红罐相比 广要的绿盒王老吉 销量则非常惨淡 2004年的年销售额仅为8000万元 见到了红罐王老吉的良好效益 广要对王老吉这一品牌 也逐渐重视起来 21世纪初 伴随着香港回归 国家提出了加强粤港合作的号召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 2004年8月 广州市政府在香港举行一场招商会 在这次招商会上 广要集团遇到了 王老吉香港的继承人 王健宜 此时的他 正在担任同性药业的董事长 广要集团立即向他发出邀请 希望能够与他合作 将港路两岸的王老吉品牌 大一同起来 毕竟是一母同胞 王健宜没有拒绝 二者很快便达成一致 同性药业与广要 合资成立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各入股48.05% 并列第一大股东 其余的3.9% 为自然人持有 合作有效期10年 从2005年算起 到2015年1月25号截止 同时 双方还约定 要将海内外的王老吉商标 共同转入到合资企业 这一合作也标志着 时隔几十年 大陆与香港的两个王老吉分支 终于重新联系了起来 双方带着美好的期许 希望以统一全球凉茶市场的方式 来打造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品牌 当广耀忙着寻找合作伙伴时 陈红道的人生 却突然急转直下 2004年6月25日 广耀集团总经理李一鸣 主动到检察院自首 经审查 从2000年至2004年间 他多次收入他人钱财 共计人民币20.9万元 港币329万元 美元2.5万元 而在这些款项中 香港红道集团负责人陈红道 所送的钱份额最大 在2001年至2003年间 他分三次送给李一鸣 共300万港币 这一消息如同五雷轰顶 让陈红道慌了神 在法庭上 李一鸣戴着黑框眼镜 神情有点严肃 他为自己辩护说 自己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 在参加一个晚会时 被机器砸伤 几乎残疾 5年来一直在治疗当中 所以那些钱 不过是别人出于同情 送来的慰问金而已 并且他坚持称 没有利用植物之变 为陈红道谋求利益 因此不能构成贿赂 但公诉人则质疑称 有证据表明 陈红道给李一鸣的300万 一直存在香港银行的账户 并由专门的理财顾问 帮李一鸣理财 如果真是给女儿治病 为什么不将钱汇到澳大利亚 最终法庭驳回李一鸣的申诉 认定李一鸣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受贿罪 且数额巨大 情节严重 2005年9月 法院判处李一鸣无期徒刑 随即陈红道也被抓捕归案 确保候审 在确保候审期间 陈红道反驳称 他之所以送钱 是因为李一鸣 以女儿受伤需要治疗费为由的 一再要求 当时 加多宝集团租用广澳旗下 王老级的商标 将于2003年到期 公司正在与广澳谈判 继续延长商标使用权 陈红道担心 不给钱会影响公司业务 只好同意 随后在停审之前 陈红道竟立刻七宝外逃 逃至香港 至今仍未归案 佛商沦为了阶下囚 陈红道一度成为了 新财富中国500富豪榜中 唯一的在逃犯 他从此 再也不能踏入大陆一步 但陈红道出逃的插曲 似乎并没有对 宏观王老级产生负面影响 2006年 加多宝集团赞助了 包括世界杯在内的 一系列大型赛事 当年宏观王老级的销售额 突破200亿 占据70%的凉茶市场 成为首个与可口可乐 抗衡的饮料品牌 2008年 汶川发生地震 加多宝集团 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 谁知一天晚上 一则让王老级 从中国的货架上消失 封杀他的帖子 突然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 但点进去看才知道 其内容却是在表示 王老级你够狠 加多宝集团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 这是迄今国内民营企业 单笔捐款的最高纪录 为了整治这个嚣张的企业 买光超市货架上的王老级 上一罐买一罐 这是一篇妥妥的标题党式营销文 但却在社会上 掀起了一场争相购买 红光王老级的风潮 被网友们称作王老级现象 不论陈宏道是出于佛商的悲悯情怀 还是故意营销才捐款1亿元 总之 捐款事件加上营销文章 再次帮加多宝集团 打响了红光王老级的声誉 2009年 王老级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 为160亿元 超过了可口可乐的150亿元 成为中国饮料第一品牌 然而这其中 广耀的绿盒王老级只占了10亿元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作为王老级商标的亲爹 却只能看着自己亲儿子 挣得的巨额利润 都哗啦啦地流进了别人的口袋 广耀急了 那么 广耀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王老级品牌最后到底归谁所有呢 下一集已经更新 请大家火速点开 继续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